从空中俯拍 云林东四乡违规禽场一览无遗 4800多只的鸭子直接养在水塘 周围只有简陋的网子围住 连鸡料桶也没有遮蔽 中央利用空拍定位 制作禽场违规地图 交由地方追踪鸡查 事实上是没有办理这个虚目场登记的 也没有做一个很好的防疫措施 从空中来拍摄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养禽的处所 它所看到的这个整个全貌的状况 也就是说同时来讲的话 也保持了这个相关的一个证据 今年国际禽流感疫情紧绷 亚洲 欧洲和中东发生H5N8 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 临近台湾的韩国 日本 发生H5N6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 野鸟和养禽场持续检验出病毒 日本跟韩国这个地区来讲的话 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冬季候鸟的 重要的这个迁移入境 H5N6这样子的一个亚型的 这个高病原性禽流感 在大陆地区的话是有传人 禽传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而且有16个这个案例里面 有10个是造成这个人员的死亡 疾管署将持续掌握国际疫情趋势 必要时加强入境发烧 旅客筛检 戴上黄景料学信云林报导